娱乐中心徐佩华报导女星陈乔恩于马来西亚 二代艺术家艾伦曾伟昌 明22日将在定情的马来西亚 卡威卜办婚宴 外传七朵花将合体担任伴娘 但则是明道 郑元昌和赖威如的老公 而她结婚二年来 生子进度不免受到外界关心 不过日前却传婆嫁介入此事 要让外面的女人生孩子抱回来 她养 对此陈乔恩也动怒反击了 陈乔恩结婚二年 22日将补办婚礼 图翻设自陈乔恩那个现年45岁的陈乔 今年3月遭船被孕许久都没成功 情绪还出了问 需要靠药物还结 而公婆急助抱孙 若是今年还法怀孕 就要寻找外援介父生子 因为她婆嫁这 对生孩子的对象没那么看重 只要孩子是她老的种就行 消息传开后 陈乔恩也罕见发表长文 谣质疑真的是有人会相信这种鬼吗 她坦言吗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 不过人生是自己的 我 乐马比别人快乐马重要得多 因此现阶段并没 生子打算生孩子并不是我此刻人生的第一追 我也不觉得如果不生孩子 我的人生会有多么不完整或者不完美 此外 陈乔恩也搬出年龄返 有必要那么盼吗 并表示自己有着二个毛小孩 四 一直这样已经足够 霸气直呼老娘过得蛮爽的 生不生关你屁事 硬起来反击不实传闻 针对外传言陈乔恩也硬起来反击 图翻设字微博